厦门台商张再谱自行研发苦瓜姜味等多种奇特口味冰淇淋 在鼓浪语打响名号多次登上大陆媒体 但因为疫情他已经三年没回台湾 终于等到大陆疫情管控松绑 期盼能借由小三通专案回家 但政策只限定金马地区民众和陆配 让他实在很无奈 小三通不开放台商中转 福建十一台商协会发声明喊话 政府别切香肠 无法透过小三通回家的台商说 只能比手速快和荷包深 强比平时贵三到四倍的飞机票 根据大陆台商协会统计 光福建省到目前 就有超过二十万名台商台干台青 抢不到机票回家过年 TVBS新闻王金伦林敏珍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